大家好,歡迎收看E.D.財智 Talk 今星期一,我們請來Jasper一起聊天 Jasper,你好 你好,Debby 今星期為何要請你來 我想環境環境整個市場 最近都是來來去幾個因素 就是看著特朗普 今星期其實 都看得到厭 好悶,看到他和拜登 另一邊,其實今星期要看多一位人物 頭髮經常都很亂 Boris Johnson、約翰遜 為甚麼呢?其實要提醒大家 因為之前他們曾經提過 英國不會再延長12月31日脫勾過度期 然後約翰遜突然大膽提出 我們想兩邊快點談得點協議 然後死線定在今星期四 所以其實今星期四談不談到 就引致到大家去聯想 究竟英國會不會突然間硬脫勾這個風險 Jasper,我知道你都挺向淡的那方面看 其實今星期是否大家看少了這個不明朗因素 是,市場都傾向樂觀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見不到那一般英榜 都不會這樣升 所以那個榜這樣升 其實市場都傾向比較樂觀 樂觀來自甚麼呢? 就是來自上個星期 他們談完之後 各自都放一些風出來 都叫正面一點的 就是以前說到很死了 沒有進展 毫無進展 沒有進展 今次就說有進展 但是呢 有進展得來 但是都有很多的分歧 都未能夠解決 約翰遜其實基本上 你見到上任做首相之後 很多時候都是奇焦百出的 是,很強硬的 很強硬得來 甚至乎你是捉不到他的路 那麼 他提早結束脫勾過渡期 原本是明年年尾才到期 是的 那麼足足提早了一年 因為在他的立場 以及他的分析 英國過去這幾年經濟這麼差 那麼最主要就是脫勾因素不明朗 導致投資者不敢投資 一直拖累著那個經濟表現 如果確實你無論用經濟 用股市 去看英國的表現 都是跑輸大事 是的 你見到今年 如果你注意到主要的工業國的股市表現來計 由年初到現在 最弱 去年年初到年底 最弱都是恆指 是的 今年就比富時指數100 就取代了恆指 其實幾大指數都有錢入 是英國不肯入錢的 是的 跑輸同行 真的不敢投資 很多投資者卻步 真的不知道你怎樣 然後又做了內部思想法案 嚇到歐盟一大跳 其實你有沒有想到 他突然間做內部思想法案 他真的推翻之前談那些事 唐唐的首相可以做一些違法的事 但他的違法是他知道的 是的 他解釋就是我為了英國好 所以迫不得已要過這個法案 所以國會就通過了 所以歐盟那邊其實都打算告他的 所以如果今個星期 如果他們談不妥的話 一方面英國就硬斷歐 二方面歐盟就告你 國際法庭 不用跟你客氣了 他已經到時候去到那個情況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的傾向 就是到現在這一刻 如果真的這麼容易談得到的 早就談了 為什麼會到現在 現時 只是談了少許 還有很多還未談得到 還有他的死線是星期四 是的 今天已經是星期一了 最新都沒有消息 還有那幾天 我自己當然 不排除會談得到的 戲劇性 但是反過來 我自己的傾向 個人來看 就談不來的機會多 不過我自己覺得 就算談得到也好 那就開心了 大家都 關鍵了 你談得到 那個榜是否會大升 這個就是最 就是這麼多人去想這件事 也都未大升 說真的 現在這些位置不上不下 是的 這麼多人去討論這件事 其實就是香港人 跟英榜色色相關的 是的 絕對不是什麼前哲民地 因為香港很多的子女 家長的子女 送了英國留學 要交學費 是的 我們的高官都很多 送了英國讀書 那些將的子女 還有就是什麼呢 還有就是移民 買樓 明年說BNO 又說可以有居留權等等 又買樓 所以這些急急急急 集一大堆東西 在我這麼多年 我的會生涯當中 近這十幾年 就出來在媒體上暴頭 所以被人問得多 以往都是問來炒 問來炒 問來炒和問來用 現在真的很多是實際需要的 那些問題 最近這一年 我就發現 問我的人 就不是炒的 OK 實際是什麼呢 是真的實際需要的 哪個位置會比較積極 是的 他就不是問 買不買得過 什麼位置持有什麼位置 不是 他就說一定要買的 是的 問題是 盧先生現在買好了 還是遲些買 現在就真的 落著了一個潛在硬 斷口的風險在這裡 對於網民的角度來說 究竟在什麼位置撓英鎊 絕對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稍後慢慢繼續高呼 究竟不同情境下 我們應該怎樣去做 一個英鎊的投資策略 但如果你回頭 Jasper也想和你再深入探討一下 究竟在英國 譬如約翰遜的腦裡 其實現在在想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說 現在硬斷勾的機率 還未直入匯價 但其實很多投行 我看到過去兩三個星期 是不停將硬斷勾的比率調高 譬如大摩已經覺得 已經由兩成半加到四成 瑞信又說四成 野村就說不是 現在這樣的形勢 六成都有機會出現 但我看過一些民調 因為有時我會討論一些YouGov的民意調查 反映當地的選民 究竟現在想不想硬斷勾 有一個調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表面上你看到很多人是反對的 途中所見 反對硬斷勾的民調 高達44%的人不喜歡硬斷勾 但要留意 其實在2016年當時選擇 想脫勾這一群人 其實中間有超過七成的人 他們是覺得硬斷勾是OK的 即是說他們本身的原意 都是想斷勾 現在到這一刻 已經不在乎你是硬還是軟 總之脫了它 就像是脫虎海那樣想 據看信其實是否也看到這些民意 其實也是在打這些牌 也反映他真的不是在玩我們 他真的可能突然間整個黑天鵝出來 如果以英格蘭那邊來計算 確實是的 選民就很簡單 我說你軟還是硬 總之快點斷勾 那我就不要拖著我 不要在那裡搞搞震 因為他們始終這個不明朗因素 搞到很多投資者真的卻步 令到當地的樓市經濟都是很差的 就是我有些小侄女都在那邊工作 在那邊生活 覺得很差 那邊經濟很差 差勾很重要 找了工作一年都找不到 GDP都兩季衰退了 說真的 你想想一個剛剛畢業生 去年畢業的 找到現在都未找到工作 這麼大件事 很大件事 那樓價當然也很大件事 當地疫情也嚴重 所以當地人其實都很想快點去搞定這個爛灘子 那無論它硬還是軟都好 總之硬就是硬 軟就是軟 總之先脫了 不要說那麼多 所以我自己覺得約翰遜是不害怕 當然他絕對不想硬脫勾 某程度軟脫勾都好的 對他來說 OK 但是他在他來說 也都絕對不介意硬 所以為什麼他三番四義去更改那個遊戲規則是他 不是歐盟那邊 所以變成他現在完全控制住 主導住那個的談判 譬如你約翰遜也要衡量一下究竟能否捱得住 原先硬脫勾沒有問題 如果你風停浪靜當然沒有問題 你自己的自力更生或者由頭弄過了 但是現在你又有個疫情在 英國現在正在爆 可能那些防疫措施又要再加強 不知道又會不會lock down 很多經濟師都去猜 究竟在硬脫勾的情境下 對於整個歐盟區 也就是歐洲 特別是英國的GDP的影響 其實只是幾年間 四五年間可能已經收縮差不多 四個百分點以外 其實這個經濟打擊都受不受得住 是的 其實如果你硬脫勾來計 再加上現在這樣的疫情 這樣的經濟 那真的是雪上加霜 雪上加霜未必形容到那個慘情 但是約翰遜很重的一個理念就是什麼 第一 當地的人民由下至上至下 已經厭倦了這個被歐盟拖著 因為歐盟當日其實一直想拖死英國 就被約翰遜看通了他的這個詭計 所以就想快打慢 想快打慢 我寧願短痛 他也都明白這個短痛會帶來一個挺劇烈的震盪 但是他也寧願去承受這個問題 總好過被歐盟一直拖著牽著他的臂下 所以我自己覺得約翰遜 他想軟斷勾 但是他不介意硬斷勾 所以他根本是沒有讓步空間的 所以他不斷地叫做歐盟讓步 但是歐盟就覺得 不會了 你違法在先還要我讓步 你違法還要我讓步 告辭一點你也偷笑 所以歐盟那邊其實讓步空間也不大 但是當然 總而言之我覺得 不排除有喜劇性的轉變 因為突然間大家握了手 握了肩膀 談判 但是問題關於我自己覺得 這隻磅已經升了這麼多 因為這個所謂的利好息 再夾一陣上的機會 我覺得不大分 要小心 因為跟磅息息相關 就是當地經濟 還有究竟有沒有外資肯留入 你如果對外直接投資 是不停對英國投信心一票的話 其實你對匯價方面的支持作用 其實都很大 但實際上我現在看到 除了你的朋友或小女兒找不到工作 反映了就業問題 其實越來越嚴峻之外 其實很多外資已經在縮投資 譬如有很多投行 我在過去幾個星期裏面 看到JP Morgan 又有大摩等等 他陸續將自己的員工 撤去第二些歐盟地區 即是法蘭克福 都柏林 其實也是比較熱門的地方 其實這個跟匯率做一個比較 其實是不是真的 會看到外資跟英鎊的走勢 是有一個很大的correlation 其實英鎊是不是真的 還未反映了 他們接下來會持續撤資的憂慮 這個其實反而你問我對榜的影響性 就未必是大 最大就是那個硬脫鉤所帶來的不穩定 OK 帶來領導投資者或者商家 卻步甚至撤走 不一定是投行 那裏大 但是當然 另一部分就是說 你明年很多香港人 大量的香港人可能會移居到英國 是啊 有大量的資金帶過去 是不是可以支援 是的 所以會不會抵消到呢 所以變成這個反而在資金的出入那裏 未必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那個最致命的打擊 我相信就是那個硬脫鉤所帶來的那個不穩定 導致投資者 就真是勒住了 不敢投資著 又或者作為炒家 作為交易員 他炒過概念而已 他告訴你實質的情況是怎樣 他上去炒過概念 概念是負面的 他就再再再做做做做淡 難得有機會 我相信我自己覺得 那幫交易員 一級的交易員 那幫大惡或者大戶 他們是等待一個機會的 他等待什麼機會呢 他看到你軟脫鉤 會不會大手去拿英鎊 他未必 可能少著 拼你幾百點反彈 但是相反一出一個壞消息 他會不會大手去拿英鎊 他一定會 因為其實很多東西是可以配合到的 因為剛才我所說 你現在不是單一個壞消息 英國 不是單一個所謂的脫鉤問題 疫情問題 負利率問題 還有呢 最拿命就是什麼呢 其實這些都不是他最拿命的 最拿命就是明年5月 蘇格蘭大選 哦 蘇格蘭大選真的少人說 因為可能太遠了 都不遠了 對 沒錯 現在基本上半年多一點 所以那邊最慘的是什麼呢 蘇格蘭大選 關於炒英 是什麼呢 因為那邊要獨立 所以現在那邊獨立的民望 是不斷地翻升 所以這個才是後面的核彈 現在看到民調最新 超過一半的蘇格蘭人 覺得明年搞多一次獨立公投 其實真的會脫英的那一票 接下來其實對於整個 就算他遠脫歐島 其實蘇格蘭獨立對於他的打擊都會重大 重大 大很多倍 是的 因為國家四分裂 當然大了 是不是呢 他現在自己脫離一個組織 是不是呢 但是現在蘇格蘭獨立 你說威爾斯獨立 他都拿命的了 北愛那邊 歸還回去愛爾蘭那邊 他都很麻煩的 現在是一個這麼大的領土 宣布要獨立 就是還原幾百年前 基本步 大家各自是兩個國家 所以我相信對英國的打擊 這個才是致命傷 現在其實基本上 蘇格蘭獨立的這個問題 是在喊糊 就像我們中文打牌 我現在不是做牌 是做好了牌 已經在喊糊 還不是叫卡洞 什麼絕章單調 那一尺 現在是叫紀非的 是嗎 因為現在 像你所說的 民調一直升 還有 那個民調現在 當英國真的脫了歐之後 那邊民調會飆 為什麼呢 因為蘇格蘭真的感受到 哇 脫歐之後 脫歐之後 他們對你 他們的負面打擊 開始是很嚴重 因為 你英國環有好有壞 好的 沒有了一些移民 沒有了一些難民 沒有人爭飯碗 不可以被歐盟 但是貿易、經濟網絡 那些都是像歐盟好一些 那邊就好 所以英格蘭那邊 有好有壞 但是蘇格蘭那邊 只有壞沒有好 因為那些所謂的負面問題 過去一直打擊英格蘭那邊 就不是打擊蘇格蘭那邊 因為那些移民、難民 他不會擁去蘇格蘭找工作 不會住的 他也是擁去倫敦 英格蘭那邊 所以蘇格蘭那邊 那個支持獨立 我想脫歐之後就會飆升 你看一下 其實獨立公投的時候 2014年 哪有這麼多人 也有55%是反對獨立的 但是現在那條線就調轉了 某程度上有很多評論說 因為約翰遜處理的疫情 處理得不好 有很多人就覺得 如果我不是受到英國控制的話 其實我們的疫情 不用爆得那麼厲害 所以變相令到 真的想獨立於英國以外 不過Jasper的這個因素之外 你剛才也特別提過 就是另一個因素 就是你也要看對家 有沒有人跟你可以談到 繼續朋友 大家都會很關注 究竟約翰遜 是否真的能夠碼住 美國即將能夠連任 我不知道是不是連任 即是特朗普 還是另一個拜登上場 因為很多人的角度上 特朗普跟約翰遜很朋友 即是你談貿易協議 應該都能夠搞定 雖然你英國現在 只是跟大概20多個國家 可以談得到貿易協議 但最大的歐盟和美國 其實它暫時未能夠碼 如果美國的大選的結果 跟英鎊或者美匯等等的關係 其實有沒有一些啟示性 有的 因為你說得很對 因為我們分析外匯 跟分析股票不同的地方 就是股票 就是那個股價 那間公司 我不需要分析第二間公司的股價 影響這個股價 但是外匯 我要分析英鎊的強弱 就要分析美金的強弱 因為你英鎊要弱的話 美金要強才行 我自己很多人看探美金 但我有一些保留的 為甚麼呢 我覺得美金不會弱得去哪裡 當然也不會弱得去哪裡 但你說它會暴跌30%多 這個我想想短期內 甚麼要在一年內暴跌30% 這個基本上的機會真的不大 但是我自己覺得 當拜登上台 第一像你所說的 他跟約翰遜的關係 可能沒有特朗普那麼好 眾議院佩洛西 其實早就已經開了聲 就是說約翰遜你這樣違法 你跟歐盟談的事情 不但有問題 我們美國跟你談的那個 美英貿易協議 可能都會有問題 可能我們都不會承認 所以變成約翰遜確實 是面對一個問題 但是拜登上台 我自己覺得 對美金未必是離譚 為甚麼呢 因為第一 如果我們看回民主黨的政績 上兩位民主黨的總統 奧巴馬和克林頓 當時他們每人執政了八年 那八年的美金真的強到悲 強啊 強到悲 但朗普上場反而是弱了 正和黨是弱的 如果你有看回一些走勢圖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不同的 總統候選人 總統的歷任期間 究竟美匯指數的走勢是怎樣 就是可以繼續說 所以你看到 共和黨執政下的美匯 是偏弱的 民主黨執政下的美匯 是偏强的 因為民主黨比較少 不是不搞 是外交的 但是沒有共和黨那麼英派 民主黨主力搞好內地 內部經濟 所以當他們執政的時候 經濟、股市、美金 都特別好 所以你看到過去 民主黨執政下 美匯指數是特別強勢的 拜登持續領先 但又會不會像當年 克林頓 這個希奈莉 對著董寶 女老婆 結果這樣做 不出奇 我覺得真的不出奇 不過今天最新的民調 再拋離多兩個百分點 這個12 如果你說 民調在八個百分點 即是七個百分點 八個百分點內 爆冷 特朗普贏 不出奇 但是如果它拋離12個百分點 我覺得就難一點 我都擔心這個問題 除非你說 去到大選前 民調特朗普又有些奇招出來 又將民調拉近一點 那就要小心了 因為確實有兩個問題 第一 美國玩那個選舉人票 因為你贏到民望 你未必贏到選舉人票 很多搖擺州 由現在都不知道 最要命的不是這個 最要命的 原來四年前的民調 很多人問我 Jasper 你支持特朗普 還是希拉里 說假話 沒錯 我當然支持希拉里 特朗普瘋了 但實際上是投票特朗普 因為他怕他訪問的時候 說支持特朗普 怕被人罵 所以變了 變了很多是說反話的票 所以這一點大家要留意 所以 我也不敢很肯定 說特朗普一定輸 但是如果看的走勢 是確實對他不利的 但是如果現在 以目前這一刻衝來看 拜登贏的話 我覺得對美金有利 第二 就是拜登贏的話 反而短線 可能美股有調整壓力 因為我都怕 因為那個加稅的概念 令到華爾街有些腳震 如果股市跌的話 這一陣子炒發 就是 股市 美股和美匯是背前 所以美股跌的話 對美匯反而有支持 當然 最近也有人說 其實美金 變相好像取代了黃金 做一種叫避險資產 是 即是黃金也不太行 有些什麼怕風險 臨大選 就算那些股市的波動指數 爆升也好 但是其實 都是走過美金上去 但是剛才也提到一件事 就是覺得美金會彈 但是又不會彈得很多 可以彈到什麼位 大家對應到英鎊 又應該短線監點部署 我覺得美匯這一陣子 有機會彈回到95.7 95.7 都有不錯的升風 都破到之前的高位 我不是說短期內 我相信在拜登贏了之後 市場漏了亂 你知道到時市場怎麼漏了亂 除了拜登贏 會令到股市加稅調整 還有一個問題 我是很害怕 這一隻都不知道是黑天鵝 還是枯西牛 什麼事 就是什麼呢 就是兩個候選人 哪個輸都好 都不會認數 很大機會 就當年哥爾大戰小布殊一樣 那都拖回來兩個月 就是上次這樣 你估計下跌了十幾個百分比 是啊 這個不明朗是很嚴重的 為什麼兩個輸都有機會呢 特朗普輸當然有機會 他老哥 矛盾黨長滿人 不是 我沒有輸 是啊 沒錯 這個 那樣 那樣 拖 搞搞震 所以他輸 而不承認落敗 我相信這個是有機會的 第二 如果拜登輸 為什麼都有機會呢 我是拜登 我領先你十幾百分比 說我輸了 我當然不認數 我當然要點清楚這票 你真的有沒有搞錯 是不是 所以不是說拜登不君子 如果拜登輸 我領先你十幾百分比 是不是 現在說我輸了 是不是 我怎麼知道 你這些人是不是玩白俄羅斯那隻 那到時呢 分分鐘美金又會成為一個避險 是呀 沒錯 那就是有機會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會爆上去 你剛才說的 沒錯 沒錯 那就是英鎊要看回落多幾格 如果要買有實際需要的 你現在暫時建議什麼位可以入 如果真的不是說 你問我我自己個人的傾向呢 我就覺得那個榜是有得下跌的 因為我看不到星期四前 可以談得到這幾天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不是 真的談得到 談得到 好不好那一刻再追呢 除非你說屬於短炒 你屬於短炒 你就不妨去追 但是不是我實用的 即是正如我所說的 我的判斷到時的榜 可能是有三四百點 或者四五百點的反彈 空間而已 但是作為實用來說 這三四百點四五百點的反彈 其實對它來說沒什麼用的 OK 所以呢 所以不妨就追求它反彈完了 什麼接下來英國會負利率 疫情大爆發 接下來蘇格蘭 什麼脫英獨立 等它再回回來才買 才再買 是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買榜的人 就真的要留意著 星期四 那麼結果是怎樣 會不會去回疫情底 很多人說 即是點一四 是啊 也都脫勾底 那些位 不排除的 不排除 我長遠來看 我覺得你1.14都不是位 不是位 你始終有這麼大的核彈在後撰 那你明年最悲觀 你看到多少 蘇格蘭一對一 真的一對一 你落到1.14的話 你其實去回1.05 當時那個歷史低位 其實在講的是多少 其實在講的是900點 所以其實900點不是很多的行程 很麻煩 因為很多業主要趕 明年4月之前買房子 人家最無憂的 是的 是的 我的世襲都是 趕著去買房子 是啊 那你去到出現4月之前 你覺得會不會一對一 我覺得有機會 都有機會 最重要的是 那兩樣東西是我所說的 是配合 第一是硬斷勾 第二是蘇格蘭那邊 咬著不放要搞獨立 如果突然蘇格蘭那邊 改變初衷 不搞了 我都是和醉漢信朋友 大家抱著抱著抱著 那就沒辦法說 但是如果蘇格蘭那邊 堅持要搞獨立的話 一對一不是夢 很麻煩 聽完你說的話 背後就量一量 不過我未買的 好 就等機會可以買 短時間後 就留意星期四 是否硬脫勾 那個機會率 真的在那天出現 黑天鱷 另外 我想再近一點 就是看哪位總統 有機會上場 還有會不會引發 新一輪的市場風險 今天謝謝Jasper 我們很詳細的分享 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個禮拜見